柳柔大地的会场走过一个圈 没有吗 没有 没有人已经走过了 有吗 感觉如何 很好 很好 我们都不许公伴 所以稍后一定要花多些时间 去研究一下我们这么美的前景 最重要的是 将你们今天所知道的东西 所学到的东西 所看到的东西 带回到你们身边的朋友 对了 那今天呢 大家坐定定看到做什么呢 其实今天都很高兴 很荣幸 邀请到我们的领袖 想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 未来我要介绍这位港姐 我本身自己都非常欣赏 对了 因为她是一个很年轻 又是一个妈妈 但是其实她本身 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女人 对了 完全中了一般人眼中 幸福女人的治标 但是她在UN LIVING 都非常努力 因为她非常认同 UN LIVING的理念 她很简单 希望把UN LIVING 这么好的东西 介绍给她身边的人 身边的朋友 令到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都能够透过UN LIVING 还有她们自己的得着 那事不宜时 我们想想一下 熱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 我们的领袖 Gratian 大家好 欢迎大家 今天来到Carrie Hotel 参加这个走过悠游大地分享会 我现在是这样按过 一直按不到 是 我先看看 OK 你帮我按一下 OK OK 可能有些IT上的问题 可能不够电 或者换了 Anyways 今天呢 其实是讲心态 这个题目是爱你所选 坚定顺念 那 Next 那 那 这是我的故事 我叫Gretchen Gretchen King 那 这里中间就是我的女儿 今年5岁的 那 旁边是我的丈夫 那 那我首先呢 初初用Youthing的时候 就是大肚的 我大肚的时候 就初次接触Youthing的精油 那我就 就是爱上了 那 那 那之后呢 我就很自然地 就 忍不住和别人分享 那 那之后呢 就发觉 原来呢 这个是可以成为我的事业 那我就慢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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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这一件事 那 就意外地 开拓了 欣灵明事业 那 我发觉原来呢 在欣灵明呢 很多的 鑽石级的会员 甚至乎 刚刚开始 创业的 欣灵明会员 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好像我自己 一种故事 就是 很无意地去 开拓欣灵明 因为我发觉原来呢 只要自己呢 喜欢呢 就是 对欣灵的产品 是意外的 那自然呢 就会 不其然 忍不住和其他人分享的了 那 现在呢 我就 去到皇家皇宽 鑽石级领袖 那 其实都是 我觉得 心态很重要 心态呢 其实是什么呢 是一种态度来的 是一种想法 事情是中立的 是视乎 我们的心态如何去 去面对的 好 一 好 好 好 其实呢 在一个 美国 一个很著名的 心理学家 叫做Carol Dweck 是德威克博士 他研究 如何去发挥我们的潜能 他就发现 有两种的心态 我们人 一种 就是固定心态 就是Fixed Mindset 他们相信智慧是不会变的 是天生的 那 他们这些人 就喜欢看起来 就是要扮演很聪明 很叻 所以他们倾向于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逃避 遇到挫折 遇到阻力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去放弃 然后呢 他觉得努力是没有用的 不需要努力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对吗 但是他又不会理会 别人有用的意见 别人给意见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梦错 自己很聪明 所以 这些就是固定心态 而且他看到别人成功的话 他觉得是在威胁自己的 另外呢 就是成长心态 Growth Mindset 那这些人呢 他就觉得 聪明不是天生的 不一定是天生 是可以后天会 是可以发展的 这些人呢 是很渴望的 不停地学习 而且通常呢 这些人呢 他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喜欢的 我会迎接这个挑战 遇到阻力的时候 他会坚持到底 另外呢 他觉得呢 成功呢 是必须要努力去达到 去付出的 还有呢 别人给意见的时候 被批评的时候 他会很恩怨接受 他觉得 嗯 你是想我改变 我想更加变得更加好 所以呢 而且 他见到别人成功的时候 他会去看看 别人为什么成功呢 还要去启发自己 所以呢 所以呢 成长心态和固定心态 这两个人 你自己去决定 你自己想是哪一种的心态 那今天呢 我就是介绍呢 十大精神去帮助你 有一个成功成长的心态 第一个精神 A A for abundance abundance 就是风性 有名的作家和人生教练 Bob Proctor 他就说过 当你看到自己 生活丰盛的话 你就会吸引他 很多人用abundance 这枝油 他会觉得是 会吸引到潜财 或者是 我有听过 赌马的时候会赢马 嗯 其实呢 abundance 不一定 或者错误 说abundance 其实不一定是金钱的 abundance是丰盛的 对吧 丰盛其实呢 除了金钱之外 包括爱情 家庭 健康 朋友 事业等等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将abundance 倒下去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 如果不熟悉的人 就会觉得是 会不会是一些迷信的东西 会不会那么厉害呢 你想什么 就会吸引什么 但是呢 原来吸引力法则呢 就是任何的东西 我们所投放的主意 能量 精神的东西 是吸引到我们的生命 包括是正面或者负面 所以说我们呢 要经常有一个正面的心态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女士 不喜欢买手袋 对吧 那我们买了手袋之后呢 有没有发觉 突然之一买了 未买都没有的 买完之后呢 好像通街的人 每个人都买了 都有那个手袋 其实呢 那些手袋呢 一直都在 只不过呢 是我们那个专注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注意呢 集中了 在手袋 其实呢 那些东西呢 是 一直都周围在这儿 发生着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吸引力法则 那作为我们领袖的话呢 是要经常去 持住 就是 乐观的 正面的心态 那 尤其是 英勒庭呢 很多时候呢 出现一些 的 issues 我不会说问题 对吧 就是有些 状况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当我听到 有些人 不停去 投诉 complain的时候呢 作为 领袖的我们呢 我们呢 应该呢 要持住 乐观正面的心态 去找那个 solution 去找个答案 而不是呢 跟着 那些会员一起去 是啦 complain complain 但其实complain 是没有用的嘛 对吧 我们要找个答案 找个solution 找个解决方法 好啦 那我们就 给大家看一个 片 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呢 都留意一下 这个可能 对大家有个看法 请问一下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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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家留不留意到 有没有 对不对 46次 对不对 有没有 看见到一个星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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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半 失败了 但是 if you knew about the gorilla you probably saw it but did you notice the curtain changing color or the player on the black team leaving the game 是啦 那我再看一次 let's rewind and watch it again there comes the gorilla and there goes a player and the curtain is changing from red to gold when you're looking for a gorilla you often miss other unexpected events and that's the monkey business solution 是啦 这个就是猴子错觉 那很多时候 这个其实都很出名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那很多时候 刚才看完 他们都知道 啊 应该有一只星星出现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你的注意 放了在星星的时候 你同时间 可能你就忽略了 其实 有那个幕的转色 和有其中一个 黑色的 穿黑色T恤的人 先离开了 所以我们的注意 如果是放在对的位置上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力量的力量 是可以很大的 第二支由B 我今天会由A到J 这样说的 那会比较容易 对吧 Believe Believe 就是要训练自己的脑袋 去相信自己 去相信自己 咦 我说了 好 幸好有乐视 好了 那我说回Monkey Business 其实我想说的是 95%是我们的前意识的带动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包括呼吸 心跳 都是我们的前意识带动 但是其实 所以我们的前意识很重要 尤其是做Beginners workshop的时候 基本初学者的工厂方 我通常会把他们都当成会员 然后我就会教他们如何拥有 但是其实很多的领袖 他们很喜欢带一些未签的会员 去听我的Beginners workshop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听完之后 很多时候都会去sign up 我自己就觉得 因为如果我转了个心态 就是说 这班有些人是未是会员的 我所说的说话 我所做的动作 都会变得好像很sale 所以你的心态很紧要 是可以决定你的效果是如何 好 好了 去到B了 B for Believe 就是要训练我们的脑袋 要专注我们自己好的东西 不要去想我们做不到的东西 或者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想办法如何做得更好 其实有没有听过Manifest Manifest 其实是去训练你的脑袋 其实是帮你的潜意识去洗脑 潜意识只是懂得服从命令 但是必须要不停地重复 而且要用很澎湃的情绪 所以你和我都可以训练自己的脑袋 变成你想要的自己 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Manifest 我刚才说了 潜意识有两种东西 你要训练你的潜意识 你是要不停地重复 而且要很澎湃的情绪 我记得我还没做到Royal Crown Diamond的时候 我每天一路用油 但一路早晚对着自己 训练自己的潜意识 我是不停地对自己 我会做到Royal Crown Diamond 我会做到Royal Crown Diamond 不停地重复早晚 其实就是在训练我们自己的潜意识 然后我们所说的行动 我们所说的说话 都会朝着我们的目标 所以你训练了目标 然后不停地早晚地和自己说 这就是self talk 这也是很有用的 而且第二点就是 潜意识是不懂得听反话 不懂得听否定的字眼 所以我们必须用一个positive affirmation 就是说 不要说 譬如说 有什么可以说 我不想我跌倒 或者跟小朋友说 不要跑 他们常常会自己继续跑 因为其实他们不懂得听no 你要说慢慢下 所以这就是一个小提示 帮助你去 manifest你的目标 另外就是我很敬重的一个伟人 一个personal coach 叫Anthony Robbins 我们常叫他 其实我们语言的力量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你要改变你的心灵 一定要先改变你的语言 你的用词 对 我们知道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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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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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例如你以後 ler語字取得出来。 例如有语言。 你便得去认识。 你基本上什么文字与你扶回了。 什么文字与你扶回了, 或是把你扶回,或是感兴趣和评论。 因为文字与你扶回了你的经验, 更平常的经验。 你得到 LOG人扶回了。 如果你们夥处有语语语语, 你们会有语语语语语, 而是非语语语语, 这是不算是没有凡语的。 Let's deal with this in a different way. Language is one of the keys to shifting your mind, shifting your body and shifting your results. Okay, this i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e have 70% of the human body has water. This is a Japanese writer. This i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e is using different information to collect the water. He can use some anism or breathable water. He can use different language to collect the water. He can easily find a water on the water. Then he can find that we should thank each other. 或者是所有正面的信息 都是有一些很美的结晶在里面的 但是一些不好的信息 就会变得很欲酸 而我们人体其实70%是水 所以当我们自己的心态是正面的时候 你看一下我们的水 其实质量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其实一个 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个正面的人 他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很好的 有些迷信会说他很好运 但是其实好运是什么呢 有机会可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对吧 相反 坏运也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所以其实想不想用一个正面的心态 是对自己也是一个好的 C就是Change Change就是Transformation 这支有了 那你要改变自己的 这个课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课题 因为我发觉原来所有的事我是改变不了的 我最可以改变就是改变自己 两样东西可以快乐的 一 改变的情况 一 改变的情况 通常都改变不了的 二 其实就是改变我自己的想法 很多时候改变了我自己的想法 原来整件事就已经不同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当我们作为Unity的领袖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举止其实都要留意 当然我们的生活习惯 最后就是用了Unity所有有的产品都转移了 在家里甚至乎在你的朋友面前都是用Unity的产品 你走出来就已经是一个代言人了 你的朋友自然一想到Unity就会想到你了 而且有些人就会说要改变很难的 但其实当你想到难 你的脑子已经的心态已经活转了 而我们用刚才说的成长心态 我们就要用了 这一样东西是难的 但是我会尽量去改变 而且要用一些小的方法去改变 不需要一下子就要做一个很大的转变 不会用小的转变 这样就会容易很多了 我们的始创人Garry Younger said 我在2015年 哇 这么快? 我们也有说 如果你不是生活在舒适区的边缘 你就会占很多位置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 expand我们的舒适区 我们的comfort zone Bruce Lee说过了 水的哲学就像我们要做水 水放在杯的时候变成杯 水放在瓶的时候变成瓶 水放在茶壶的时候变成水 水可以浪动、可以撞击 我们要像水一样的浪动 轻易地适应新的环境从中学习成长 还有我们要不停地进步 Roger Federer Federa 就是网球 刚刚又连叛了 那他就是要不停地进步学习 就是 enough I can't stand and watching me throwing my heads and embarrass myself and for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live stadium So I tried to change quit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screening, rapid throwing, swearing and grab on the tennis court to this calm guy and now you know today it's very important to do you know today it's very important to do you know today I think also the message makes you stronger I think also the message makes you stronger I think the message makes you stronger I think the message makes you stronger And it's going to go around those days and then you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player and you work harder you know the light goes up in your head and you're like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understand now I think you understand now what I need to improve I always question myself in the best of times I even when I was world number one for many many weeks and months in a row at certain times during the year I said what can I improve what do I need to change because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or you just do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you stay the same and staying the same is going backwards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actually hear criticism sometimes you know because I think that's what makes me a better player and that means someone's questioning me who really cares about me and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n the business world as well because if you never set yourself goals you can never question yourself because you just move from one to the next and you say it's going to be okay when things are going great what more can I do how much better can I become how much harder can I train almost every time I step on the court today I can maybe rewrite history in some shape or form and all I can do is do my best then it's going to be fine 所以这个就是成长的心态 D就是梦想 Build your dream 这个最出名的周星馳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 跟一条鱼一样分别 我们有飞机是因为我们有梦想想飞 我们然后就有太空船 让我们冲出太空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东西是由梦想开始 我们的梦想要较大 要dream big 但是也要加上行动和坚持 我的成功的程式就是热食 加勤力加时间 时间就是那个坚持 E就是Energy Energy 其实原来根据这两位人 他发现原来我们的时间是没有关系 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能量 能量分四种 一种就是体格 我们用Yung Living的产品 可以提升我们的体格 做运动 另外就是情绪 情绪我们可以做meditation Yung Living有很多情绪的人 Willings Kit 另外精神我们要集中 尤其是让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Facebook WhatsApp 去改变我们的 就是把我们的focus 我们的注意 心灵其实就是我们的觉知 其实在这个吸引力法真里有说的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所有的人 有没有同样的事发生 你要留意自己是否那个解决者 就像病人找医生 医生当然有没有接触很多病人 医生就是那个解决者 如果那件事来到你那里 是解决了的 你就是解决者 但如果你身边的事 不停围绕你 是解决不了的话 你要留意一下 是否你自己的问题 这个就帮助我们有这个觉知 接着就是F-love F-love就是for forgiveness 这个就是曼德拉总统 曾经被人囚禁 他就宽恕了他囚禁了的人 因为他说 憎恨其实就好像被自己吃到药 其实人家害你的人是没事的 只不过是你自己 很多时候有些人就会有两个朋友 一个朋友 sign up 那个朋友不是自己 sign up 我有时见到两个好朋友 反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是很不值得的 有时不仅仅是原谅人 而是要原谅自己 自己才会放松 好的东西才会回应 G就是Gratitude 你生命中每一个斗争 其实就是令到你自己 成为今天的自己 如果你能够在困境的时候 都可以学到感恩的话 那你就会成功了 我记得有很多时候 Darren Hardy 有一本书叫做Momentum 其实那个作者Darren Hardy 就分享到他有一个Gratitude journal 他一个感恩的日记 他在祝福之后 他就开始天天写一个感恩日记 给老婆 就记得了对自己的老婆有什么感恩 然后一年之后 送一本感恩日记给老婆 老婆是开心得不得了 他更开心过之前 送了一个BMW给他的房车 之后他有一个朋友 就来跟他说 他跟他老婆很厌恶 但Gratitude就发觉 他老婆其实都不是那么差 他就建议叫这个朋友 做这个感恩日记 在这个朋友 开始了几个星期之后 他已经回来 和Darren说 很感谢你给我做这个感恩日记 因为他跟他老婆的关系好了 原来因为他的注意力 放在他感恩上 放在他老婆好的地方 当时他的心态就不同了 有很多时候 你自己有小朋友 他在学习的时候 他跌倒的时候 你会说 哎呀 这么难学习 不要学了 不会的 对吧 你永远 每一次的跌倒 其实就是促成他走到的机会 下一次机会 这里其实有很多的伟人 他们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失败 才成就了他今天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他们面对失败 面对那个困难 是有个坚持在那里 这个就是马云 这个就是马云 10次逮捕 KFC来到中国 他说 24个人去工作 23个人去接受 我不是说这个男人 那 那 其实你看到 有很多时候 我们做 因一定这个事业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 rejection 有些人说 不想买的 KFC 接着 那个挫败感 是不是有时候很大 但其实 当你调节了一个心态 就说 他其实可能今次拒绝你 不是以后的 他只不过今日拒绝你 可能他之后会回头找你 因为我真的有很多朋友 是跟他说完之后 一年后才订阅 都有的 所以你如果抱着一个正面的生态 整件事都不同了 H就是humility 当我们的位置被放得最高 很高 很高 很越高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 就应该更加要 愉悦 欠卑 我们的次创人 姜逸 经常都说 我对精油的认识 只是很皮毛 你想想 他是设计精油的blank 他都这样说 我们是否应该 要更加去欠卑 所以我经常都说 我不懂 有很多人走来问我 我不懂就不懂 是不是 我没可能认识完 所有东西 但是有些人 就不是 他觉得 我站出来做领袖 我一定要什么都懂 但是 你更加 令到你的下线 会觉得很大压力 还有 我要像你那样 什么都懂 我才可以做到 uniting business 就会很难去复制 我们直销的行业 其实最重要就是 学复制 对吧 所以 我自己都很感恩 还有我今天的成就 绝对不是我自己 一个人的努力 是我所有团队 每一个人的努力 和付出 所以我都很感恩 很感谢他们 还有我更加感谢 我的上线 我的旁线 去成就今天的我 I就是inspiration 作为一个领袖 我们是要不停地 增值自己 不停地学习的 Leaders are readers 这句 我是很深信的 我们首先 必须要修身 齐家 治国 才能够平衡天下 所以 我们要不停地去学习 去看看 别人的领袖 是怎样去 建设 uniting business 他们的成功秘诀 更加要了解 他们的失败国案 so that 你是不会去跟他们的方法 还有 每一个的领袖 他们都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 不同的 style 不需要学到十足 总之是 放回去自己那一套 就可以了 因为 是没有一个成功的 one way 接着就是joy 其实开心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选择 你自己享受 自己最喜欢做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做DIY 你便多做DIY 你喜欢说话 喜欢吃东西 喜欢分享 喜欢gathering 你便多做一些gathering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 Joyne Robinson说 永远要生活在美丽 最重要的就是 我会想 ihr必须 更加重选 you're so happy you smile so much you face hurts right any variety am I committed to living in a beautiful state even when it doesn't go my way even when it rains on my brain even when my biggest fear shows up because I can't control whether your husband or wife will live or die or get sick or leave you or get divorced I don't want any of that to happen any other day I hate suffering I do anything I can't help people not suffer but I can't control that you can't there are people who lost their heart who lost their sight there have been people that have been through the most horrific experiences of life and in fact they'd still be happy because they've made the decision that life is too short to suffer I've interviewed dozens and hundreds of years with dozens that like have impacted my soul that made me realize I can't change this I've just gotten used to it I've bought into the theory that this survival software that's constantly running and making you suffer that that's normal you know that's what the mind will do and mind has been around forever what I'm going to do is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the way I get out of suffering I give myself a 90-second rule it's really simple I say look if I feel myself starting to feel that stress filling that piss-balledness or upsetness or concern or worry or kick whatever I realize that's not going to make it better life's too short to suffer and then I just kind of breathe slowly slowering down and I just watch the time go by artist Now here 落 slowed down 十大成長心态的宣言 ora I wish icz cider etc カ うわ と言 diary deve 、 わ question and か 危 い 。 upcoming は あ つ了 可以做得最好 而不是去覺得自己已經是最好的 還有很多人經常跟自己說 我做不到直銷 我都不是那些人 但是當你有一個成長的心態 你就會去訓練 我要訓練我的腦袋去做直銷 我要做了 還有我們遇到失敗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成長的心態 我們是要去面對這個經驗 你覺得這個經驗是幫助我成長 而不是遇到挫折 然後放棄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十大成長的心態宣言也很好 其實我經常都很喜歡說的 這個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 是由你看法的 所以你自己要很清楚 整件事是中立的 只不過是你怎樣去看的 所以總括今天說的 A就是abundance B是believe C就是改變自己 用transformation D就是dream build your dream E就是energy F就是forgiveness G是gratitude humble inspire yourself去增值自己 而且最重要是開心 今天希望你去決定你自己是哪個心態 去做young living的business 多謝 Thank you 多謝 歡迎大家再次見你的掌聲 多謝 各位同學的分享 好 謝謝 我們其實今天 今次期後 都有其他領袖會繼續分享 我們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ちょっと帶來 自然上坡的 與外面你 幫我 做個施口